去年的微博之夜,杨子没有去,肖战一个人无聊到发呆的表情上了热搜,今年的微博之夜,他们同台了,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期待再次看到他们同框,也想再次证明自己磕的CP是对的,没有失望,在最后结束的同台中,哥哥四次回头寻找妹妹,他在等她,一起拍照,看到视频的人都和我一样,一脸一母笑吧。 视频里他们都很低调地想要站边边,工作人员把姊妹拉到了中间,在去拉战哥的时候,战哥才发现姊妹已经在中间了,他一脸惊讶和疑惑。 最后又抗拒又疑惑地被工作人员推着走到姊妹身边,很多网友恶意剪辑说,战哥是不情愿站一起的,两人很明显是朋友,战哥在避嫌,其实我觉得如果不喜欢,哪怕工作人员推了也不会一脸疑惑你怎么去中间了。 不是说好战边边吗?眼睛一直看着姊妹,不情愿是因为不愿意去中间而已,如果不喜欢,姊妹他可以不去的呀,但他去了,战哥去微博之夜之前发微博说保护好自己和爱的人,在领奖时说希望一个演过的角色开通微博的话,他希望是顾尾。 希望养养小狗小猫,分享美食和旅游,都知道,战哥喜欢猫,姊妹喜欢狗,最近他们都有旅游打卡,如果不喜欢,怎么三年同台的都站一起。 战哥很久之前就说了,喜欢一个人就默默守护,全场认识的人也不少。 为什么每次都只守护在姊妹身边呢?这是对姊妹的偏爱,结束,都跟姊妹说走吧,然后一起边走边聊,真的被这份感情打动到,希望他们早日官宣。 肖战、杨子私底下聚会的一段视频,突然在网上流传起来,视频中两人的互动亲密,肖战不仅凑到杨子耳边说话,还亲密地摸女方的头,两人有说有笑的,看起来非常熟人,该视频曝光之后,整个网络也炸开了,随即有关肖战杨子恋情的瓜也就炒作起来了。 可以说,一时间热闹非凡,肖战跟杨子都算是娱乐圈里的顶流,两人的粉丝量和热度就在那里,这就注定了这个瓜不会平静。 果不其然,实施广场里也是说啥的都有,网上评论现在主要分为三波,一波是以双方粉丝为代表的强烈反对派,在粉丝眼里,自家、郑主永远是最好的,就算绯闻对象再优秀,也配不上自家爱豆。 还有一波则是CP党,众所周知肖战跟杨子可是刚刚合作过的,余生请多指教的反响相当不错,两人在剧中的互动那么甜,当然会有粉丝为他们高举CP大旗的,肖兔杂子这个CP名还是比较出圈的,所以看到这个视频,他们肯定是支持的,不管两人究竟有没有恋爱,这互动也算给CP粉发糖了,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波网友表示围观吃瓜,他俩再没在一起不重要,大家都是成年人,谈个恋爱也没啥,俊男靓女在一起,至少很养眼,作为观众,咱们应该远离私生活,多关注关注演员的作品。 说句实在的,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肖战其实在刚火的第一年,就跟杨子合作拍了余生请多指教,只不过这部剧一直压到现在才播,两人在合作期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而且在肖战最惨的那段时间,人人对他避之不及,杨子还挺刚,曾经公开表示支持肖战,从这就能看他俩相处得很愉快。 所以,一同出席活动时,做得近一点,举止亲密一点也很正常,杨子是童星出道的影星,现在已成为一流演员明星,备受网友的关注和喜爱,对于他的爱情生活也是网友所关注的焦点和重点。 前一段时间曾经传出他与多个男星的恋情关系,但是最终的结果都一个一个地被否定了。 关于他与肖战的爱情也是被网友关注和喜爱,很多网友都希望他们在一起。 在拍戏的时候,那种恩恩爱爱甜甜蜜蜜,令人砸舌,但是最终的结果依旧没有修成正果。 那么杨子究竟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接受媒体采访,他说自己现在还不想恋爱,因为很享受单身生活,女孩子就是这样,年龄越大,单身生活的意识越强,他不愿意受牵连,也不愿意牵连别人。 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让他不想再恋爱。 但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爆出了自己的恋爱观,首先必须是互相喜爱的两个人,还有就是自己非常喜爱的人,这样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即便是对方不太爱自己,但是自己也会感觉很幸福,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付出再多也是感觉值得,那样自己会感觉很舒服,也会很开心。 他说自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但是绝对不能跟只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那样我会感觉很亏欠他,同时我过得也不幸福。 另外,杨子还爆出自己的恋爱观点,他希望找一个诚实老实,喜欢说实话,甚至有点傻乎乎的感觉,无论思维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所与众不同,尤其是对方稍微直接一点的最好。 杨子的这番言论与之前的观点有很大的区别。现在的杨子已经更加成熟,其实人的认知度是在不断变化不断提高的,现在的杨子跟五年前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他曾经也爆出自己的恋爱观,但完全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杨子绝对不会找只喜欢自己,而自己却不喜欢的人。 众所周知,杨子和肖战两人曾合作《余生请多指教》的现代都市剧,两人的CP名为小兔崽子,不得不说这一届的粉丝真的是相当有才华,合作这部剧后,两人也就没有什么交集了,尽管很多CP粉期待两人二搭,但一直没什么消息。 有网友称肖战和杨子一起吃饭,不少CP粉狂喜,两人是好事将近了吗?不管是不是以情侣的身份一起吃饭,至少被拍到了,那也能说明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再者说,明星本就是被无限放大私生活的靶子,两人一起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前脚网友曝光,后脚两家的粉丝纷纷出来澄清辟谣。 总结粉丝表述,谣言从何而来呢?杨子陪父母喝茶被拍到,第二天肖战也被拍到,当晚杨子穿的礼服裙摆太大,不好走路,肖战看到就帮助杨子提裙摆。 不少肖战和王一博的CP粉都因此脱粉,他们认为是肖战太过入戏,一些激进的网友,出言不逊,把肖战的礼貌描述成舔狗行为,这又免不了引起一场口水大战。 两家粉丝都觉得是对方偶像倒贴,肖战与杨子在余生请多指教之后,除了参加一些大型活动,两人基本没什么交集了。 4月19号,狗仔拍到杨子出行用的是肖战的商务车,甚至司机也是同一个人。 这消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所有人都在猜测,肖战和杨子的关系,两人是恋爱了,传出二搭,粉丝再次怒了。 最近肖战和杨子被爆出二搭传闻,两人将合作出演11年的夏至,消息一出两家粉丝纷纷跳出辟谣,生怕对方挨着自家爱豆,这段时间国产电视剧中哪一部最为的火爆? 显然是杨子的成欢季了,其热度甚至要比王一博的追风者要更加猛,不得不说杨子这次再度要爆红一把。 如此下去,日后的杨子显然要和赵丽颖、杨幂一个层级的了,成为那于真正的顶流。 怎么说成欢季呢?的确有不少的槽点,以至于被许多网友吐槽,可是却更多的则是闪光点。 尤其是杨子的精彩演出,无疑是为本剧提供了许多的看点。 这次杨子在剧中饰演的成欢无疑是一个三观十分正能量的人,而他和剧中徐凯的CP也是非常的有看点。 就在前天4月16号,杨子接受了1905电影的采访,在对话时杨子的一段话却意外引爆了评论区。 以至于粉丝网友们都在怀疑杨子是不是在故意地公开自己的新恋情,没想到的是这看似很平常的一段对话,却被我们无数粉丝网友看到了题外之音。 许多网友吐槽说该不会是杨子在故意炒CP吧,可是更多的粉丝则是认为杨子显然是已经在谈恋爱了,而且是自己对话时无意中爆出来的,估计连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随后,许多网友粉丝自然是开始在探讨杨子口中的有爱的人指的到底是哪位,反正基本上都认同是圈内人,而这个时候肖战的名字再度被提了起来。 其实对于杨子和肖战的CP,无疑是无数粉丝心目中最为渴望的,因为此二人早在前两年就已经被网传过,而且被杨子粉丝认为是最为适合杨子恋人的男艺人。 当然了,这也都只是粉丝网友们的个人意愿而已,毕竟杨子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新恋情了,亦或者是新恋情的对方到底是不是肖战?这还都只是一个未知阶段呢。